HELLO 大家好我是韋恩 那今天要為各位轉播的是高手投稿 由投稿方3P色是182開頭的這個數字人 那雙方這一場是條盾打波蘭 那順帶一提2P玩家 呃也是我們台灣的玩家 我平常打天梯也有預告蠻多次的 是一位非常喜愛世紀帝國的玩家 哦雖然我不認識 呃曼妮妮妮妮 但是我知道他打這個天梯的嘗試非常多 想必是跟我一樣很喜歡世紀帝國 那這一場也非常精彩 就直接來看一下這版的對決 條盾打波蘭 那這兩個文明第一印象就是可以插塔 然後呃 寄冰線都很強 那這兩大文明農田也有加成 那當然農田的部分當然是波蘭是毫無疑問占優 那後續還有一些譬如說冰種的對抗 還有一些插塔的對抗會不會打出來呢 好這盤我們就直接來看 那地圖是符文石群哦地圖會比較 好圍一些 好這邊開局我們可以看到一八二投稿坊 帶兩村直接出去 呃這個是要黑暗開稿 這邊等一下 這邊已經點支布了 所以少一村 那二批這邊條盾是沒有點支布 啊不過這邊是有看到哦 我這邊已經有看到村民國走過來了 這一隻豬 這一隻豬沒有弄到 那 三批這個打法 呃有點吸頭哥的味道 那我有跟大家提到就是現在天梯很多玩家越來越多人玩家是打這種 黑暗開稿的風格 哦這差點走到tc底下 哦差點 吃掉 哦很多玩家都會打這種黑暗快攻 哦伯伯當然以前就是會開湊波斯tc爆也流行一陣子 那最近好像波斯tc爆比較少看到因為大家都會打了 更多的是 呃這種 過來圍這個金礦的這種打法 當然這種局 呃很多高手場跟過去很久以前就 已經有了 哦不過 我是覺得現在 在1500分的局裡面 這種打法越來越多 我自己也蠻常遇到的 哦也可以證明說現在1500的玩家 啊其實他個人的技巧 我覺得都蠻厲害 會偷豬啊 圍一些有的沒的啊 打一些 裝甲塔打的很溜的啊都有 好 現在分數是差非常多 不過先不管 因為這是探索分數 分明書的話一樣是 條盾這裡領先 這邊想要做一個開尾 這邊直接打 這邊有點直步了 那波蘭的村民黑暗時代回血一分鐘好像是回5滴而已啦 所以基本上 這個加成當然是不錯 但是我自己實際上玩波蘭的感覺是沒有那麼的顯著 好這邊 赤猴被壓得非常低的血量 這邊2P比較可惜 赤猴沒有在動 我太忙了 好這邊我們快轉一下 這部分我這盤就不看了 因為我們這盤的重點就是看雙方 其實這這兩個文明 蠻少遇到的喔 波蘭打條盾說實在的 這組合很新鮮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覺得 我覺得這個組合非常新鮮 好這邊開始挖黃金 那打劍塔 最好的方式我覺得還是先出小弓 阻止連環塔插進來 包含你打這個劍塔站 你可以把這個小弓放在你的劍塔裏面 然後村民去做事 對塔來說也不會消耗到太多的經濟 那一挖黃金我就沒有任何的問題 那這邊波蘭 大莊園開始撒田 這邊挖石頭送黃金 雖然波蘭這個文明 後期沒有祭兵的這個三級法 但是他 在這個中期 還有前期開稿能力 還有黑森林競技場封閉式地圖 打外加的能力 其實都非常的優秀 包含最近頂尖玩家尼可夫 在這個比賽裡面打阿拉伯的對戰時 他已經有拿過兩把波蘭出來玩了 近期好像是深水連賽 尼可夫對上 不是深水連賽 是Jordan的一個系列在 尼可夫打 波蘭對上 Mr.Yo的阿茲 然後打贏了 然後包含他在深水連賽也是有拿波蘭來打這個 阿拉伯 所以今年的沙漠之王 第五屆 我個人是非常期待波蘭的出現 那去年是只有Ventress在玩 順帶一提 好回到我們這一場的投稿裡面 雙方都要打這個 劍塔 因為波蘭這邊是沒有走村民出去的嘛 那 呃 呃 由於是符文十全的關係 我覺得這圖 對惡屁來說非常的不錯 而且他的路在後置位 挖竹 挖石頭 做防守 條盾進塔基本上不會輸 輸了三隻民兵 點裝甲 然後點一擊射 我這裏的防守其實都蠻導入的 那這三隻民兵目前 比較可惜 如果可以把這個 對啊這個是對手的 3P的木牆嘛 沒辦法砍到 好這邊要去counter 但是3P有做防守 3P這邊真的是打的錯 我客觀的說 他不只是有前壓 後面有 故意 小微 這三明兵我想看一下有沒有打到東西 這樣繞起來看起來 哦這邊有可能挖端哦 黑石 這邊一樣打劍塔 拉到主巾去了 這邊裝甲步兵最終是來砍這個木牆 比較可惜一點點 對3P這一波其實 真的蠻到位的 加上這個的木牆 這裏的木牆 突然那個三隻民兵雙甲上去幹這個劍塔 有機會是趕走波蘭 但是這邊3P沒有注意 還是被剁了 這邊會死村嗎 哇 哇這邊很可惜都有砍到村 可是沒有讓3P死掉 這邊其實在更強的局裏面是可以一隻一隻收的 就把這個民兵工好 集中打村民 肯定會有死村 那因為家裏在處理這個劍塔攻防戰的關係 稍微可惜了一些些 好 那這邊應該是沒什麽問題的 那條盾的劍塔這裏有點了一擊射 那條盾本來就不會被插 就是不會插輸對手 他可以進駐這個雙倍的單位 不過波蘭還是故來弄了一下節奏 然後在他家裏挖的石頭 很過分啊 目前村民數是31對34 這民數有稍微拉開 波蘭這裏大莊園農田 現在只有兩片 但是他現在快要到城堡了 很莫名其妙的一個文明 挖石頭送黃金 等一下要到城堡了 好這邊3P先點了 就這樣子 他就點了 所以波蘭其實 這個文明一出的時候 之前 大家都有知道 就都有提到說 波蘭是一個很OP的文明 很OP的文明 可是 一直都沒有人用 我覺得波蘭也是蠻OP的 在阿拉伯應該是可以是 A級文明 A級文明 希望越來越多人用這個文 好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風劍時代 如果有在玩波蘭的 應該都知道 挖石頭送黃金 很快就可以到城堡 包含他可以打大風劍 我經濟非常好 好 好 那現在條件怎麼打呢 條件這邊上10槍 直接上10槍 紅牆鐵壁防禦 那這張圖 上10槍 感覺上還是OK的啦 這一塊木區不要被插到就好 進階算來說 那我們這邊稍微快轉一下 這邊開始4級 不要買賣一波 趕快上城堡 這邊波蘭是打得非常的兇 已經把條件包起來了 家裡 其實 經濟 看起來就是非常的小 經濟圈非常的小 這邊條件出了兩個軍營 為了要防止這個馬爆 但是沒有想到說 原來波蘭的經濟是這麼的弱 那這個軍營我覺得是多開的 個人感覺 不過也合理啦 你正常在沒有視野情況下 防止對手的這個騎士過來 雙軍也是比較穩一點 直接馬上補一個馬修 那目前這一波 那目前這一波 有一點痛苦啊被一個波蘭晃起來了 在門口打一個非常潛壓的打法 在一個修道院 那其實這邊 呃會比較建議條盾直接 一樣算時代輸 但是一個軍營兩個馬修 然後上神堡直接下修道院 條盾的話他有修道院科技全部都有的情況下 加上難以著想 點出這個救贖思想 這個投石車基本上就攻不進來了 騎士加生女這個組合 或是槍兵加 生女這個組合 甚至是投石車加 生女這個組合 反正這個主軸 我認為條盾在這個時間點 可以嘗試看看生女 因為通常波蘭在這時間點上來到城堡 他肯定是沒有銀貫馬爆的 那當然他也是會出騎士 不過就沒有辦法出那麼多 那少少騎士過來 生女應該條盾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就做防守吧 不過現在還是起骨相當 44村對45村 這邊上來直接砍這個投石車 但是這邊波蘭是先出了一個修道院 出了一個騎士 這邊下了一個瞭望台 做防守 對條盾的打法 其實非常的多變 那大家都知道 viper很喜歡玩條盾 那他曾經有在直播說 直播中 移到 他的條盾是不會輸的 那這一段話是來自於 因為紅牛杯第五屆final關鍵局 N7 Larry3比3 關鍵局 viper拿出了關鍵的一手條盾 打贏 Larry 之後viper有 受採訪 那他後面 日後也有說 他的條盾 大家可以挑戰看看 但現在viper不在二代了 挑戰不到 有時候viper不會拿條盾 因為條盾本身就不是一個強勢文明在阿拉伯 可是 你誰知道 viper他什麼時候會玩條盾 他口袋那麼深 因為他viper 那我自己個人啦 我覺得條盾非常 難以理解 他有劍塔 有聖旅 有槍兵 可打防守 也可進攻 我覺得還 算是 蠻全面的文明 除了這攻兵線 是一個缺陷以外 攻城器也不錯 好 現在大量 三批村民 這幾村 我看看 23村直接過來 你家就是我家 家裡 只有幾村 29 幾乎一半人口在你家 這一集的標題就這樣 當 對手 一半人口在你家 打死 一個寄生寵的概念 這個我要講什麼呢 技術家庭系列嗎 波蘭 把2P家裡當成是一個 Homestate 直接在那邊留學起來 好噁心啊 條盾 箭塔遇到一個波蘭插寶 那現在 互換一個 三批插這個位置 肯定是想要控制 這個主經 那條盾插這個地方 拿回這個 附近兩塊也ok 我覺得這邊的反應 2P非常好 這就是 很精彩的攻防戰 在看這一局的時候 我想說 乾脆 要不要也去他家裡留學一下 條盾 去他家留學一下 換個家算了 看起來還真的可以 在他家裡降臨出條盾武士 你讓這個波蘭戰錘兵能怎麼打 說真的我還不知道 好這邊 一個寶之後 2TC 懸頭石車大戰 生命速62對57其實差不多 經濟也是 差不多 這邊開始傻錢了 直接真的是技術家庭 隔著一片樹林就在那邊開發了 家裡是反而是沒有什麼田 好城堡時代目前對一個寶之後 雙方目前沒有繼續進攻 我就是投石車想要拼一個帝王 看誰先上來然後 投石車 投石機大戰 這邊被亂到 那3P又打得非常前置的關係 經濟 其實以波蘭局來說 沒那麼好 這邊開始出了馬攻 波蘭出馬攻 老實說 第一次看到 但是在這個對局裡面 這個馬攻 非常之關鍵 因為條盾這文明超級怕馬攻 為什麼呢 法蘭克 條盾這兩個馬國 沒有三級射的 攻兵線比較缺陷 文明 他們雖然 擁有強大的 這個遊俠 但是他們很怕 馬攻 溜著倒 特別是條盾 他的馬沒有跑速 等一下就只能看到 這個馬攻一直溜著條盾的 任何單位在 這是條盾最怕的東西 也是為什麼 我認為 沙漠之王 條盾不會出來 除了viper以外 沒有人出的關係 因為他最怕馬攻 那我不知道 3P投稿方 到底是不是 知道這件事情 而出馬攻 還是什麼 我不知道 不然正常來說 你波蘭 應該大家沒看過他出馬攻吧 很少看到 這個真的是因為 康可而出的 就是為了要康可 條盾而出 那這邊 條盾是點到防禦劍塔 這邊反而是條盾可以先上到 帝王時代 那有一波先手機會 但是這一把不然是沒有打銀貫馬爆的 他對抗這個條盾比他兇的條盾 有急兵很硬 有有游俠很硬 他沒有打馬爆 他現在點的是 銀貫點了 但是他這邊有出馬攻 順帶一提條盾的馬舊單位 軍營單位 進程護甲免費升級 很硬 免費升級 跟波蘭一直在修堡 點了一個整兵金術 這邊一個格子馬 組出一個這個波蘭的海陸套餐 條盾這邊開始下軍營 走的是馬舊跟 渡兵 這也都是 條盾該有的 現在村民術反超 98對93 這邊出了是幾兵 完全可以理解 因為對上 波蘭你就是會害怕他銀貫馬爆刷 刷過來 然後出了幾兵 完全沒問題 但後面不知道 來的是一個 Coverarcher 而且是 Heavy Carverarcher 這個轉兵真的是罪了 如果真的是知道 條盾這個文明 非常 大馬功的話 而出這個 我真的覺得這一盤 波蘭在這一個階段 打出來的 冰種composition 真的漂亮 那現在 這個寶雖然是 浪掉了 然後這邊開始慢慢的 清掉這個 12點鐘方向 但是 這裏 但是這裏的 重裝馬功 登場 一登場就直接是 有化學 三紫色 那 波蘭的話 他 沒有 翻習了 打 槍兵不會有攻擊加成 也沒有護甲加成 但打條盾足夠了 這邊 全掛掉 那這邊 呃 條盾這方 馬上轉出戰矛 也是反應非常快 但是沒辦法 就是他跟法蘭克一樣 沒有三級射 打得很抓癢啊 不痛以外射程 有點短 所以 所以 我覺得這兩個文明法國跟條盾都有點類似喔 他們共通的問題有一點像 現在馬功架在臉上 怎麼辦 要出頭石車嗎 母炮 而且這邊是一次蓄了四臺巨頭上來 完全克制到條盾這個文明的缺陷 然後這邊有一個戰錨 但是這裡有一個銀罐馬爆 這邊有在偷偷挖黃金 我覺得這波不錯 132村對待103 低速的話 調盾佔優 但是現在打到這個帝王時代 對 冰種跟冰種的 對決 這邊出了火槍兵 那這個火槍兵可能也是想要 就是可能 可能怕什麼戰錘兵出來啊 之類的 結果都沒有 這邊喔 現在這個問題就是跟 有一場超級隨機 大師賽 Villace 對抗 ACCM的對比 條盾打圍巾 條盾最後輸了 輸給誰 輸給這個弓箭部隊 這地戰有點難吃啊 那 那條段也不是說真的不能贏啊 可能要想辦法打多線 喔這個騎士進去殺 但是這個波蘭上了10強 這一局 我自己覺得好像不是1500 我不知道 我覺得 蠻強的 打得很順 穩渣穩打 很精銳 現在這戰錘真的沒有辦法對付的 有什麼 火槍兵也沒辦法 那條段要怎麼打呢 只能游俠一波流嗎 現在看看有沒有辦法2P 擠出一個200P 擠兵先扛一下 後面轉出游俠 工程器直接喊一波 看看 看看 他要這邊想一波流反推 還是 打桌線 但打桌線大家要記得 條段還有另外一個缺選 他沒有大肉嗎 他只有刺 所以他除了這個弓兵線殘缺以外 最大的問題作為馬國 其他馬國能出場 他不能出場 的原因就 他沒有大肉嗎 Kera最喜歡 哈薩 他沒有 就 挺尷尬的 而且沒有跑速 我剛才好像有說條段很全面吼 呃 我先收回來好了 先收回來 所以打到這個節骨眼 我覺得這一局不太像是2P他 他的問題 與其說問題不如說文明跟文明 的之間現在有點難打了 經濟是可以的 經濟是可以的 點遊俠的 好 經濟完全是ok 但現在怎麼處理這馬功 這邊3P黃金已經有點乾了 家裡的防守非常好 但是地圖控制 這邊被拿走 我沒有注意到 可惜了一些 可能要轉一個肉馬之類的 等一下已經快沒黃金 所以 條段也是有一戰的能力 用經濟去壓垮這個 波蘭 好這邊科技全滿了 空車也點了 等一下上去就是條段 彈毛控好 這個 盡可能輸出這個 馬功 當然這個這個 大家都知道 只是實戰要打的時候 就真的比空兵 好現在是不是 哇裝甲衝車出來 要不要低村 140村 這邊遊俠了 馬功現在往上溜 那邊有個多了 帶大家搶 搶黃金 快沒了 條段上了 但是裝上車因為P數太多 出不來 這邊直接打了 等一波交戰 幾兵加格子瑪 呃 幾兵加遊俠 打格子瑪 格子瑪肯定輸 這邊往後退 現在條盾力往黃藍 殺一波 馬攻緊急往回拉 雙分數差不多 這邊是一個高地 格子瑪有一些些的小小優勢 當然還是打不平遊俠跟幾兵這個陣容 現在馬攻在這邊做拉打的輸出 裝甲中車 只有兩臺 比較可惜 如果真的這裡有五臺六臺直接上來 這個城堡會掉 這個城堡會掉阿 等一下傑頂 有機會嗎 有機會嗎 來的有點晚 但是 看起來是有機會的 後面有沒有機會跟上呢 以兵戰毛再點 這邊幾兵想辦法撮合 但是這個衝車頂不掉 這遊俠全部都被射死 這邊再補一個城堡 這邊再補一個城堡 那這一波 追蹤沒有推成功 我覺得很可惜 就差一點點 其實衝車多序 差不多五臺 一起衝 一起衝 一波流的關鍵是 藍趴捏了 一起衝 那如果有五臺衝車加遊俠加幾名 戰毛全國衝上去 我是個人認為這個城堡打不住的 這邊還有黃金還有機會 跟一樣在撒田 這邊亂殺到一波格子馬亂殺到一波 現在這邊改一個城堡出巨頭來解這個城堡 但是這邊還有四臺巨頭 這邊格子馬串進來 有18隻 這邊要做防守 這個寶直接被推掉 真的很可惜啊 處理不掉這個馬弓 但是一波流沒有掌握到 導致條陣有大量的支援 可是找不到一個組合去打這個 馬弓加格子馬的陣容 然後剛剛由於自己這個 批數過滿的關係 衝車沒出來 讓這一局變得有一點 導向波蘭 105吋對109吋 有一時間一個小時了 小盾再開一個TC 那感覺這場如果是印度打波蘭的話 印度也有炸肉馬 也可以去後面亂殺 那還有機會 只是這條盾沒有刺喉 沒有新疾病 現在這組出來的陣容越來越豪華 連幾兵 搓兵都出來了 湯兵都出來了 這邊用游俠在後面亂彈 這邊用游俠在後面亂彈 好結束了這一盤的對戰 那 那這一盤 我必須說其實雙方實力非常接近 這個內容也非常的精彩 那 呃 條盾的農經濟非常好 防守意識也 好 但是在對到這個馬弓文明 其實條盾就先天上有 烈士 然後比較可惜就是那個衝車的部分 好 所以這一盤 我個人是覺得是五五開 但是這個波蘭 居然 有想到 要出這個馬攻對抗條盾 這一手 關鍵的一手 徹底壓倒了條盾 我只能說這樣子講 非常非常精彩 那 兩位玩家都是華語圈的玩家 那也很感謝 不管是投稿方還是在對手的這個 這個 我知道都打天地非常多場 也感謝這一場的精彩的對戰內容 希望大家可以 了解到 條盾的優點跟條盾的缺點 也可以了解到波蘭其實也是可以打這個 強弩兵 也可以打這個 馬攻 都是可以的 好 那這裡的轉播就到這裡段落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